香港今日新增115宗新冠肺炎确诊 其中4宗是输入个案 111宗是本地个案 而105宗和其他个案相关 有6宗源头不明 另外有80多宗初步阳性的个案 在葵冲村 日葵楼新增1宗个案 影葵楼和下葵楼都没有新增 而千葵楼亦都新增1宗个案 目前葵冲村累计有396宗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署主任张竹军表示 留意到香港道教联合会 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有疫情爆发 最早有住下葵楼的学生确诊 该校多人需要检疫 另外中华传道会李延瑶纪念中学 都有中五和中六的学生确诊 而该校最早也有入葵楼的学生确诊 张竹军说 目前累计有30至40宗源头不明个案 现时也有一些退休人士确诊 他们并没有在高风险的地区出没 证明社区有多条隐形的传播链 而葵冲村日葵楼早前确诊过八宗个案 并且延长围封时间 在今早早上正式解封 居民只要有阴性检测结果就可以离开 当局向居民派发感谢信 居民可以评讯领取贺年礼包 里面有蜡腸、花菇和罐头鲍鱼等 另外一固楼和下固楼预计明日解封 本集完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